右先生是星土DNG的一份子 怒氣難燒 索星入鋪找經理交代事件 各個銷售員都說自己不去DNG的員工 有銷售員說負責人10分鐘後會到場 右先生就出門口 DNG的保安人員取職鎖門暫停營業 右先生覺得很生氣 非常不負責任 因為國際金的品牌 事件觸發在場人士不滿 不斷高叫口號 連廚窗都不放過 擺埋紙紮品 要求DNG公開道歉 警方嚴陣以待駕起鐵馬雞鼻 來這裡聚集的人越來越多 警察就捉起人鏈 防止人走近DNG的門口 有市民扮成生章正義的紙巾盒 來抗議 抱歉吧 最簡單的 打倒明白花絕 這次是第二個星期日 有市民聚集抗議DNG 大約有100人無語表態 比上次大約1,000人少 示威的導訪線是DNG較早前派保安員 限制香港人在店鋪外面拍照 而內地客人就拍得 觸發港人在網上發起示威活動 捍衛影響自由 DNG曾經回應 對事件表示遺憾 但就沒有公開道歉 香港昏迫電視記者 袁俊豪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